本港今日無新增新冠肺炎本地確診個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少子說 越港兩地正是考慮為健康碼推出先度計劃 首階段會對獲豁免人士設限額 考慮以預約制度等機制分配 獲豁免人士必須在出境前14天 沒有離開過香港或廣東 他又說兩地政府將會互認合標準的指定檢測機構 進行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 檢測程陰性的合資格人士可以在離港之前 用智能手機或流動裝置 在網上申請香港健康碼 可以自行選擇將香港健康碼 轉換至廣東的月康碼 不作入境廣東的申報用途 但未有公布生效時間